在绝对城市第二场半就赛以海马的失败而告终后 海马这次倒是没有玩赖 直接把自己的巨神兵交给了王样 还潇洒地转身离去 他现在内心受伤严重 打造回去独自舔尸伤口 至于王样让他放弃憎恨展望未来的话 他还是有些执迷不悟 城镇内于是挺身而出 要与海马展开对决 想将海马打醒 他干得还算不错 即便在海马用出死之卡组破坏病毒 导致他所有超过1500点弓的怪兽都进入墓地 还是能用出天使的投资的combo 在超烈士的情况下 还是干掉了海马的怪兽 王样看着城镇内努力战斗的身影 觉得城镇内真的成长了 从一个连魔法卡和陷阱卡都不会使用的小白 成长为一名沉着冷静排挤超群的决斗者 在之前跟黑暗马立刻的决斗中 如果不是因为黑暗游戏的关系 城镇内绝对会赢的 现在城镇内要与海马对决 王样相信 如此有勇有魔的城镇内 一定能交出一张满意的答卷 然而在海马看来 到目前为止 城镇内都是在依靠运气战斗 比如刚才用天使的头子 本身就是一种赌博行为 九赌必输 难道城镇内还真能当自己是赌神转世吗 他都要看看城镇内的赌运能维持多久 于是轮到海马回合 他直接召唤出刀锋骑士 去攻击地心剑士 地心剑士毫无悬念地被击碎 城镇内的血量下降到1100 情况真的相当危急了 海马随后又盖着一张卡结束回合 城镇内抽卡后召唤出小翼守卫 又拿出传说之剑给小翼守卫装备上 这样 他的攻击力和守卫力就都能提升300 刚好比刀锋骑士高 可海马这时立即打开盖卡 魔法吸收 将传说之剑抢走装备到了刀锋骑士身上 刀锋骑士的攻击力因此直升到1900 城镇内看到这一幕十分头疼 只好盖了一张卡结束 此时黑亚玛丽克还在决斗塔顶的决斗场 他对刚才看到的那一幕耿耿于怀 当双神对决的时候 自己手里的千年西藏 竟然和千年金木一起发出了金黄的光芒 随后王阳和海马就好像看到了什么东西 两人的表情都变得完全不一样了 安玛丽克真的十分郁闷 明明自己才是千年西藏的主人 为何千年西藏显示的东西不给他这个主人看呢 安玛丽克对千年西藏发脾气 让他也显示一下王阳和海马看到的场景 可千年西藏纹丝不动 完全没听到他的话 安玛丽克气得蹊跷声音 一把将这个吃里啪外 千年西藏摔到地上 没准到这时 一只纤细的手将千年西藏捡了起来 来的人正是被玛丽克操控的性子 安玛丽克不明所以 走过去要抢夺千年西藏 却不了千年西藏在性子的手中发出璀璨的光 将安玛丽克打倒了 而千年西藏发光的同时 王阳的千年积木好像有感应一样 也跟着一起发出金光 突然之间 王阳仿佛从千年积木上面看到了性子那双暗淡无神的眼睛 他内心一颤 才发现性子不见了 王阳担心性子出现意外 决定离开决斗场 去寻找性子的下落 这时 场上又轮到海马的回合 他先发动了魔法卡 敌人操纵器 以自己一千点血量为代价 捕获了城镇内的小翼守卫 随后又打出代价降低 将自己手里的青眼白龙等级降低两级 所以原本需要两个祭品才能召唤的青眼白龙 只用一个小翼守卫便可以召唤出来了 海马打算用青眼白龙将城镇内送走 现在城镇内场上一只怪兽也没有 海马这一下要是打在他身上 必然就是血量归零了 但说实实那是快 城镇内瞬间打开盖卡 发动剃罪羊 于是一只可爱的小羊 就这样贴城镇内接下来的青眼白龙这一击 海马看到这一幕都要气死了 这不相当于杀鸡用的牛刀吗 海马绝不能让城镇内得逞 他又让刀锋骑士对剃罪羊发动攻击 反正小羊就四只 很快就会被杀光的 海马的回合结束 城镇内发现刀锋骑士的攻击力又提升了 海马随即傲然表示 当他手排在一张以下的时候 刀锋骑士就会增加400点攻击力 现在场上情况 青眼白龙攻击力3000 刀锋骑士攻击力2300 而城镇内手里连1500攻击力的怪兽都没有 看起来是无论如何也打不过海马了 城镇内只好盖了一张卡 然后召唤格斗战士守备表示 想先把这一局熬过去再说 而另一边的决斗塔上 两个玛丽克正在对峙 表玛丽克利用性子的身体 手握千年膝杖 将暗玛丽克逼到了高塔边缘 可暗玛丽克就一点不慌 他提醒玛丽克 别忘了 我现在用的就是你的身体 把我逼死的话 那你也就彻底死掉了 伊西斯会不会伤心呢 利希德会不会难过 于是暗玛丽克说完 表玛丽克的动作果然就迟缓了 暗玛丽克随即趁机一把抢过千年膝杖 反手将表玛丽克逼到了高塔边缘 还好性子常年恋悟的身体非常灵活 一个空翻就回到了决斗台中间 然而暗玛丽克举起千年膝杖 就将他震倒在地 眼看暗玛丽克就要让表玛丽克消失了 没想到伊西斯突然出现 表玛丽克最终只来得及说出 让姐姐帮忙对付暗玛丽克 就晕了过去 暗玛丽克对伊西斯自然不会手下留情 他启动千年膝杖正要动手 结果王样终于赶来 暗玛丽克也不想现在就跟王样纠缠 就暂且放过表玛丽克 他们转身离开了 伊西斯十分感激地看着王样 感觉他救一救自己的弟弟 与此同时 在决斗场上又轮到了海马的回合 虽然五个回合后就必须丢掉所有手牌 但海马认为 过不了五个回合 自己就能干掉城之内了 海马随即召唤帝王海马攻击表示 于是帝王海马和刀锋骑士一起图首 将场上最后两个替罪羊打碎 而青眼白龙也击碎了格斗战士 现在城之内场上再次空空如影 一只怪兽也没有了 此时城之内几乎已经无路可走 海马让城之内赶紧投降 不要浪费彼此的时间 然而城之内却说 只要自己还有生命值 还有手牌 就绝不投降 这是身为决斗者的骄傲 轮到城之内回合 他竟抽到了强域之壶 赶紧打出出了两张卡 其中正好有城之内急需的 他随即立即发动盗墓者 从海马的墓地里 偷到了敌人操纵器 城之内牺牲自己一千点血量 使用敌人操纵器 干掉了青眼白龙 现在城之内只有一百点血了 不成功变成人 而在青眼白龙被击碎后 城之内又打出了 刚抽到的死者苏生 从墓地里将青眼白龙召唤出来 目瞪口呆的时候 城之内已经指挥着青眼白龙 将海马的刀锋骑士干掉 让海马的血量降为七百 随后城之内召唤 笋及时手臂表示 又盖了一张卡后 才结束回合 海马真的快气死了 自己亲亲老婆 竟然被城之内操控 这简直是对自己最大的侮辱呀 海马决定利用帝王海马的特性 即如果召唤的是光鼠心的怪兽 一只帝王海马 有可以作为两只祭品的能力 所以他就这样用一只帝王海马 召唤了另一只青眼白龙 他忍着心疼 让自己的青眼白龙 与城之内的青眼白龙对打 两只龙就这样同归于尽 对于海马而言 如果青眼白龙被敌人操控 那还是死了的好 而随后 海马就用死者出生 将青眼白龙从墓地里拉了回来 这样只有城之内 失去龙的世界就达成了 轮到城之内回合 现在他只剩下一只 弱小又无助的损骑士 手里也根本没有怪兽 能战胜青眼白龙 城之内孤注一掷 召唤宝贝龙守备表示 随后便结束了这一回合 本田和郁佳 看这场上的局面十分担心 刚刚好不容易 城之内将海马逼到绝路 却不了海马动动手指 局面就又逆转了 本田想问王阳 城之内还有机会吗 这时候他们才发现 王阳早已经不在这里 而且杏子也不在 他们去哪里了呢 王阳此时还在决斗塔上 杏子因为被千年西藏攻击 晕了过去 伊西斯求王阳救救自己的弟弟 虽然玛丽克建立了石石鬼团 也做了很多伤天害理的事 可他本相上是个好孩子 只不过被家族的命运玩弄了 伊西斯表示 自己只有这一个亲人了 他再次诚恳地拜托王阳 一定要打败暗马里克 将弟弟解救出来 王阳没有推辞 因为马里克家族 世世代代守护的 正是他的记忆 可以说马里克家族的悲剧 一部分就是因为他造成的 所以马里克变成现在这样 他也有责任 王阳因此发誓 一定要在决赛中打败暗马里克 将真正的马里克解救出来 这时性子悠悠转醒 王阳紧扑的内心 另一边 城之内与海马 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 海马回合他使用的守备封键 有了这张卡 城之内的怪兽 无法守备表示 必须接受海马的挑战 可城之内只有100点血了 分分钟就会被海马给击败 海马随即指挥青眼白龙 去攻击损骑士 结果当损骑士碎铃 城之内的血量却没有归零 城之内满脸自信地 看着海马打开了盖卡 是一张体力增强剂 在几方怪兽 受到2000年以上的损伤时 能先帮玩家把血加满 所以现在城之内的血量是2100 看着城之内虽然没办法反击 却好像小强一样生命力顽强 海马也是十分不爽 他只好扣了一张卡结束这一回合 城之内也很发愁 虽然他现在血量又上来了 可毕竟手里没有可以攻击的怪兽 这点生命之海马一回合就能给他清零 看着手里的牌 城之内只能把希望寄托在抽卡上了 好在城之内是欧皇体制 果然就抽到了自己最需要的时间魔术师 城之内毫不犹豫地发动时间魔术 现在就是堵城之内和海马到底谁的运气好了 结果自然是城之内的堵坛老将险胜 此时场上时光快速流转 宝贝龙成功进化成攻击力2400的千年龙 但就在城之内期待海马的青眼白龙老去的时候 却发现自己的时间魔法 对青眼白龙竟然无效 原来是海马发送了空间物质传送装置 让青眼白龙躲过了时光攻击 看来海马对城之内的这招也是早有防备 现在千年龙攻击力还是急不上青眼白龙 城之内又无拍可出 只能结束了 城之内是真心觉得海马很强 觉得和海马决斗真的很兴奋很有趣 结果听到这话海马突然神色一变 对于海马而言 决斗才不是有趣 他是为了战胜一切才站到决斗台上的 因此一想到与王阳战斗的情景 海马是真心觉得耻辱 海马已经不想和城之内玩了 他从手牌中丢掉雷龙卡 借其特殊效果 将卡组中另外两张雷龙加入手牌 并立即打出融合 将两只雷龙融合成攻击力2800的双头雷龙 紧接着海马发动魔法卡速攻 让双头雷龙就算在融合的回合 也能攻击 海马指挥双头雷龙攻击千年龙 千年龙被击碎 城之内血量掉到了1700 而海马又指挥青眼白龙直接攻击城之内 这下城之内必无可避 终于被海马击败 血量归零了 海马傲娇地决定离开 甚至还觉得有些空虚 毕竟这是一场必定会赢的战斗 城之内叫住了海马 让海马还以为城之内要发出丧家之犬的哀嚎呢 但城之内只是想告诉海马 自己虽然输了 可也只限于现在 他有信心 有招一日一定能打败海马的 对比城之内的满心斗志 海马却好像是对什么都兴致缺缺 其实自从输给了王阳以后 决斗城市对于海马来说就已经结束了 海马打算离开这里 却不了前面伊西斯正在等他 伊西斯知道海马是对王阳没信心 认为就算有两张神志卡 王阳也不可能打败太阳神拉芝一神龙 海马是认为决赛的两人谁胜谁败 似乎都跟他没关系 可就是因为知道了这些 伊西斯才一定要告诉海马 如果王阳要想赢阿玛利克的话 是需要你的力量的 在那张雕刻了法老王与神官决斗的石板上 还雕刻了一句法老王向死者祈祷的话 那句话是法老王献给朋友的言语 也是法老王与朋友友谊的见证 其实法老王的那位朋友正是神官本人 甚至那张石板 也是在神官的努力之下 才能流传于世 虽然时间已经将过去淹没 可法老王与神官的友谊 却从来没有淡去 伊西斯希望海马能放下成见 跟王阳站在一起去对抗黑暗 海马明显不想听这些 连连表示自己跟王阳只是对手 永远不会成为朋友的 他甚至想让木马启动破坏装置 将这个决斗塔给强拆掉 一旁的木马终于出生 他觉得王阳他们真的不是哥哥的敌人 他们在危难关头一次次救了自己 自己又如何能这么做呢 其实木马也觉得 王阳和城之内说的对 决斗者的最大敌人就是自己的内心 但现在哥哥的内心 好像已经被憎恨蒙蔽了 在木马的心中 海马是十分喜欢决斗怪兽这款游戏的 可现在海马好像只将游戏 当成了复仇的工具 他很想哥哥恢复到从前的样子 不要破坏这座决斗塔 海马终于沉默了 自己真的是因为憎恨 才要做这些事情吗 这时 王阳和杏子刚好从决斗塔上下来 听说城之内失败了 他们也觉得十分可惜 不过接下来就是总决赛 王阳没时间想其他的 他现在就想干掉暗马尼克 解救所有被他所困的人脱离苦海 王阳带着朋友们再次回到了 决斗塔顶部的平台上 决赛即将开启 此时海马意味深长地看着高塔 只有他知道 拉之一神龙的真正力量有多强 就算是王阳有两张神志卡 能战胜拉之一神龙的可能性 也不超过3% 唯一能够封住拉之一神龙的 只有一张卡 王阳应该不了解这些 想到这里 海马也向塔顶走了过去 他觉得如果让王阳知道了 对付暗马尼克的诀窍 这场比赛或许会更好看一点呢 看来傲娇如海马 就算想帮王阳 也不会正面承认的 我是黑白 下期见